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与现场》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华家强 今天,我们有三个引人注目的故事,要分享给大家 首先,来自英国的女星兼模特Georgia Mechon 勇敢地公开了自己的中度失聪状况 她希望打破人们对残疾人士的刻板印象 接着,我们会谈到加州半月湾发生大规模枪击案一年多后 当地亚裔社区仍在努力克服心理健康的挑战 最后,我们会带大家认识一位来自塞尔维亚的足球教练亚历山大潘蒂奇 他在中国实现了自己的中国梦 通过足球加深了中塞两国人民的友谊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移民涌入美国南部边境之际 美中恢复遣返合作 美国之音 北京和华盛顿悄然恢复了在遣返非法滞留美国的中国移民方面的合作 自去年年底,两国领导人在加利福尼亚州会晤后 两国正在恢复和扩大接触 2022年8月,中国暂停合作后 从墨西哥非法入境美国的中国移民数量急剧增加 2023年,美国边境官员在南部边境逮捕了超过37000名中国公民 是前一年的10倍,进一步加剧了总统选举期间因移民问题引发的紧张局势 中国外交部在本周发给美颜社《The Associated Press》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北京愿意与美国在移民执法领域保持对话与合作 并接受以核实中国国籍的人员被遣返 国土安全部部长亚利航德罗马约卡斯 Aulejandro Mayorkas上个月在一次预算听证会上告诉国会众议院 他与中国同行进行了接触 以确保中国开始接受遣返航班 这样美方就能够让那些没有流美法律依据的中国移民得到一个后果 马约卡斯还表示 有一架遣返航班已经飞往中国 这是多年来的第一次 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没有回应美联社关于合作细节 以及已被驱逐或等待驱逐的中国公民人数的置评请求 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合作 美国无法遣返没有合法拘留身份的中国移民 目前尚不清楚遣返合作是何时恢复的 但据跟踪驱逐出境的航班的宣导组织边境见证人 Witness at the Border的汤马斯卡特莱特 Thomas Cartwright称 一架载有少量 但数量不详地被遣返者的包击于3月30日降落在中国东北城市沈阳 卡特莱特说 该组织尚未发现其他飞往中国的航班 但一些移民可能是通过商业航班被驱逐的 3月30日这趟航班上被遣返的中国人肯定会很少 因为这架从亚利桑那州起飞 驚停德克萨斯州和阿拉斯加州 然后抵达中国的弯流五行Gulfstream V 飞机通常能坐14人 据卡特莱特说 该航班再返回美国时还在韩国停留过 然而这是一个迹象 表明在中国政府因时任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 Nancy Pelosi访问台湾而停止合作后 北京和华盛顿在遣返问题上再次进行合作 北京声称对台湾岛拥有主权 并强烈反对美国与台湾进行任何官方接触 佩洛西访台后 北京还停止了高层军事对话 禁毒合作和气候变化谈判 使两国关系跌入低谷 直到2023年11月 乔·拜登·Joe Biden 总统在加州伍德塞德 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 双方才同意重启打击芬泰尼的合作与两军会谈 在此之前 有关气候变化的对话已经恢复 常务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克特 Campbell 4月曾抱怨说 北京在遏制中国移民外流方面 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北京反驳称 中国反对并坚决打击任何形式的非法移民活动 被美国边境巡逻人员逮捕的中国移民人数 在去年12月达到顶峰 但在2024年前三个月呈下降趋势 本文依据了美联社的报道 在今天这个时代 残障、心理健康和跨国文化交流这些话题 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从英国女星Georgia Mechum 勇敢公开自己的失聪经历 到加州亚裔社区 在面对枪击案后的心理健康挑战 再到塞尔维亚教练亚历山大 潘蒂奇在中国推广足球文化 这些故事背后反映的是 人类面对困境时的坚韧与希望 以及跨文化交流带来的深远影响 据《经济日报》报道 Georgia Mechum作为一名英国女星和模特 她的生活似乎光鲜亮丽 但她却背负着一个秘密 她是一名中度失聪者 多年来 她通过学习独纯的方式 与人交流 隐藏自己的残疾 然而 隐藏的代价是巨大的精神压力 直到最近 她才公开自己的听力问题 希望打破公众对残疾人士的刻板印象 Mechum的勇气不仅为自己带来了解脱 也为有着类似经历的人提供了鼓励和支持 乔报提到 在加州发生的枪击案后 亚裔社区的心理健康问题引起了关注 特别是亚裔老年人 他们因为文化和代际的差异 往往不愿意谈论心理健康问题 这使得他们在面对悲伤和恐惧时 显得更加无助 心理健康专家珍妮 张指出 亚裔社区需要更多的支持和资源 来应对心理创伤 同时 鼓励不同世代之间的沟通 也是缓解心理压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跨文化交流方面 乔报还报道了一个温暖人心的故事 塞尔维亚足球教练亚历山大 潘蒂奇的中国梦 潘蒂奇来到中国 不仅是为了教授足球技巧 更是为了促进中 塞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他的到来 不仅为中国的足球清训 带来了新的理念和活力 也让他自己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 他的故事证明了 体育的力量超越了国界 能够成为不同文化之间 交流和理解的桥梁 这些故事虽然背景各异 但共同点在于 他们都展现了 人类面对挑战时的韧性和勇气 无论是George Mitchum 公开自己的残疾 加州亚裔社区 面对心理健康挑战 还是亚历山大 潘蒂奇在中国推广足球文化 这些故事都激励着我们 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困难 积极寻求改变和进步 同时他们也提醒我们 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 理解和尊重每个人的不同经历和背景 是构建更加包容和和谐社会的关键 在一个世界 充满了历史的回想和未来的憧憬 两个地方的事件 凸显了人类不同的追求 一方面是纪念和平与胜利的集体记忆 另一方面是向着科技进步和体育精神的探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述的故事 一个关于白俄罗斯纪念魏国战争胜利79周年的故事 以及巴黎奥运火炬在马赛的传递 同时还有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 GEA面临的挑战 首先 让我们转向香港电台报道的白俄罗斯 这个国家以一种庄严而又深情的方式 纪念了魏国战争胜利79周年 在首都明斯克的胜利广场 白俄罗斯各界代表聚集一堂 向胜利纪念碑献花表达对历史的尊重 和对和平的渴望 总统卢卡申科在出席完俄罗斯红场阅兵事后 特意返回明斯克参加这一仪式 这不仅仅是一次集会 更是一次向那些为抵抗纳粹德军侵略 而牺牲的英雄们致敬的时刻 而在布列斯特 这个打响魏国战争第一枪的城市 以及白俄罗斯的其他城市 也举行了集会和献花等纪念活动 这些活动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回顾 更是对未来和平的期盼 1941年6月 纳粹德军向布列斯特要塞发动进攻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 经过无数壮烈牺牲和不拘不挠的斗争 1945年5月8日午夜 德国在柏林郊区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苏联却已是5月9日凌晨 因此 苏联将5月9日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 这一传统被俄罗斯及白俄罗斯沿袭至今 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场景 我们来到了香港电台报道的法国马赛 巴黎奥运会火炬传递的起点 在这里 足球民宿保利在贾尔德圣母院 这个可以俯瞰整个马赛城的地方 开始了火炬传递的旅程 巴黎奥组委主席埃斯坦盖表示 这一行为传达出了美好的讯息 火炬传递的终点设在维洛德罗姆球场 由另一位足球民宿杜奥巴 点燃了设在球场内的火种台 标志着全天火炬传递活动的顺利结束 这场火炬传递不仅代表了奥运精神的传递 也象征着一种文化和希望的传承 然而 在科技进步的道路上 我们也面临着挑战 据东方日报报道 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 GEA的荷燃料循环工学研究所 在辞城县东海村的设施 发现了两处由放射性物质造成的污染 虽然这次污染 并未导致作业人员健康受损 或影响周边环境 但这已经是该研究所一年内 第二次发生类似事件 GEA负责人表示 对再度出现污染感到非常抱歉 并承诺加强管理 这三个看似不相关的事件 实际上都在向我们展示了 人类社会的多面性 对历史的纪念与尊重 对和平的渴望 对科技进步的追求 以及面对挑战时的责任感 这些故事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和平的庆祝中 还是在科技探索的道路上 我们都需要保持警惕和尊重 不断前进 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 在浙江杭州的林影寺内 一棵历经六百年沧桑的七叶树 如同时间的见证者 于五月八日 绽放出令人惊叹的花朵 这棵被誉为佛门圣树的七叶树 其花簇远看 宛若一座座洁白的小宝塔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许愿 希望能够借此吉祥之相 为自己带来好运 据《星岛日报》 即《阳城晚报》报道 林影寺的这一奇迹 不仅成为了人们心中的一抹美好 也成为了追寻和期待中的一份奇愿 七叶树 因其独特的叶片结构而得名 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 以及华东地区 是一种极佳的亭阴及风景树种 而杭州林影寺的这棵七叶树 更是承载了一段1600多年的传说 据《林影寺之卷8》记载 林影寺的开山祖师惠礼和尚 曾从西域带回西粒树种植于此 而这西粒树 正是如今人们口中的七叶树 在林影一带 七叶树的生长尤为茂盛 寺内大小共有200余株 其中最古老的一棵树林达到了600岁 见证了无数风雨与岁月的变迁 而在广东 另一种水果 却遭遇了与七叶树开花 截然不同的命运 据《星岛日报》报道 今年的荔枝产量大幅下跌 导致价格疯涨 去年美金荔枝售价仅为5元 而今年却暴涨至70元 让许多荔枝爱好者感叹 今年的荔枝自由没了 原因在于广东 广西 海南等地频繁出现的极端天气 以及去年荔枝树消耗过大 影响了今年的花牙形成 从而导致产量减少 这一变化 让许多人对夏日里的甜蜜回忆 倍感遗憾 在母亲节前夕 一个由清洁护理用品公司 蓝月亮发起的广告活动 应用词不当 引发了公关灾难 该公司的一则广告文案提到 让妈妈洗衣更轻松 更省力 更省心 被网民批评为 将洗衣工作定位为妈妈的专属家务 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尽管蓝月亮 随后在社交平台上进行了解释 并尝试通过征集创意文案 来平息争议 但这一事件 仍旧成为了企业和广告公司 需要引以为鉴的教训 从杭州林影寺的企业树开花 到广东励志价格的疯涨 再到蓝月亮广告的公关危机 这些事件不仅反映了自然现象 和社会现实的多样性 也映射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对平等尊重的追求 无论是前往林影寺许愿的游客 还是对荔枝价格感到失望的民众 亦或是对蓝月亮广告 提出批评的网民 都在以自己的方式 对这个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展现出生活的多姿多彩 与复杂多变 在巴黎的夜晚 一幕冲击人心的事件 在第13区的警署内发生 将安全与危险的界限撕裂 一名因家暴案件 被带至警署的男子 在搜身过程中突然反抗 夺走一名警员的配枪 并开火射伤两名警员 根据《东方日报》的报道 这起事件发生于晚上10时半 使得两名警员 受到严重的枪伤 情况危殆 这名男子 原先因涉嫌用刀刺伤齐齐 而被警方带回 没有人预料到 这场本应为家庭暴力受害者 寻求正义的行动 竟然演变成了 警员生命受到威胁的危机 而在加拿大多伦多 一场饶舌音乐界的对决 在Drake的豪宅外 不幸演变成了真枪实弹的冲突 这场事件不仅让保安受到重伤 也让人们不禁联想到 Drake与另一位美国知名饶舌歌手 Kendrick Lamar之间的持续对决 这场被视为嘻哈界近年最大的较量 不仅在音乐上激烈交锋 甚至连外界也被卷入其中 在这场对决中 一间多伦多唐人街的中餐馆 意外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因为Kendrick Lamar 在其歌曲中提及该餐馆 导致其生意翻倍 在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 为了声援加沙巴勒斯坦人 发起了一场示威活动 封锁了校园停车场的入口 根据香港电台的报道 这些示威者要求学校终止 与以色列国防部的所有研究合同 警方最终到场驱散示威者 并在过程中与示威者发生了冲突 这场示威反映了学生对国际政治的关注 和愿意为正义发生的勇气 这三起事件 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地点 涉及的是不同领域的问题 但都展示了社会中存在的紧张与冲突 从家暴案件引发的警员受伤 到音乐界的对决 演变成实际的暴力 再到学生为国际议题发生 而引起的示威 每一件事都凸显了 当今社会面临的挑战与分歧 这些事件不仅是新闻故事 更是一面镜子 反映出人们在寻求正义 表达自我 以及追求和平方面的挣扎与努力 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 泽维尔大学 Xavier University of Louisiana 一场因学生反对而取消的毕业典礼演讲 引发了广泛关注 本应由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担任的演讲 因为学生们对美国 在加萨战事上的立场表示不满 而被迫取消 东方日报报道 学生们的不满主要源于 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 三次否决其他国家提出的 加萨停火决议草案 校方在接受学生会的呼吁后 决定取消格林菲尔德的演讲 以确保毕业典礼能够顺利举行 让学生们能够不受干扰地 庆祝他们的成就 另一方面 乔报报道了新泽西州 房地产市场的最新动态 显示出该州多个县的房屋库存 在4月份有所增加 这一变化与去年同期相比 标志着房屋市场的活跃度有所提升 根据realtor.com的数据 新泽西州有13个县的 新房上市数量有所增加 其中帕塞伊克县 埃塞克斯县和哈德逊县的 库存增长尤为显著 然而 这种增长并没有导致房价下降 相反 几乎每个县的房价中位数 都在继续上涨 显示出市场的强劲需求 这两则新闻虽然看似无关 但都反映了社会中 不同领域的变化与挑战 一方面 学生们通过反对某一政治立场 展示了年轻一代 在重大社会议题上的觉醒和行动力 另一方面 房地产市场的动态 则反映了经济领域中的 供需关系和市场趋势 无论是在教育还是经济领域 这些变化 都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一部分 反映了人们在不同情境下的选择与决策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